红豆烤年糕出炉了 诶 年节应景美食的甜年糕 不是得用蒸的吗 怎么是用烤箱呢 永和老字号面包店 过去卖的是传统年糕 却从销售数字上 看出现代人口味改变了 不爱油炸的甜年糕 转而花半年的时间研发烤年糕 同样是红豆加上糯米粉 改用西点面包烘焙做法 烤箱200度烤75分钟 烤出年节的应景美食 我们可以做的年糕呢 就是要把低糖少油 然后又可以硬应景 然后让人家在过年过节 吃到这个步步高深的年糕 一刀切下烤年糕 那些就是大家记忆中熟悉的底柜 而最外层则是用西点面包烤法 有着一层酥脆的饼皮包裹着 店家以健康养生不甜不油腻 跟上现代人的养生选择 不用裹粉不用油炸直接吃 软Q不甜腻的口感让人一口接一口 很Q而且不太甜 而且吃到芝麻香起来 跟一般传统年糕差在哪里啊 传统年糕吃过蒸过就是很黏 可是烤过的好像没有那么黏度在 Q度很多 好吃吗 Q然后香对它不会太甜 跟一般传统年糕来比 传统年糕喔 传统年糕的话它就比较 好像比较甜一点 这个就还好 应景要吃吗 一方面是应景啊 一方面已经多这些卖这个很好吃 年糕象征年年糕生带有吉祥喜气的祝贺意味 店家说过年讨喜气 年糕一定要吃 然而时代改变了 贺年的食品也应该要变化 以万当红豆加上糯米粉 做出少糖少油的红豆烤年糕 应景更能健康 贾滴滴贵喝泥 记者李立如新北报道